在我最近半年使用Pocket 3的过程中 发现用这款视频机的同行乃至普通人都越来越多 而见到手机稳定器的机会则越来越少 几年前我也买过手机稳定器 除了偶尔拿出来拍样片 大部分时间都在箱子里吃灰 所以闲下来的时候我也在想这个问题 对一般用户 手机硬件除了本身传染器和镜头稳定 加上增强的数码稳定 以及包括iPhone的运动模式 已经能提供很高的稳定性 且之前的稳定器安装上去需要调频 体积较大导致带出去麻烦 在家里基本上也没什么用 自然就吃灰了 对于进阶用户来说 手机拍视频普遍有锐化问题 色彩科学也不适合和相机匹配 而Pocket 3提供了可调节的锐化和降噪 还有实际的HLG和D-LogM 加上Pocket 3体积小续航长 云台提供了稳定的画面和追踪功能 还有像USB摄像头这样 普通人和专业用户都用得到功能 但在行业的另一头 去你iPhone收入后视频拍摄引入了Apple Log 提供专业级设备的动态范围和调色空间 相比之下 大箱的D-LogM就跟玩具一样 US系统也加入了DogKit的全局人脸追踪功能 极大方便了视频录制 还有Facetime的体验 因此我就拿到首款支持DogKit的手机稳定器 Insta 310 Flow Pro 来看看它能不能改变手机稳定器吃灰的结局 以及对比一下目前热度很高的Pocket 3 看看这样款产品 对普通人和职业创作者体验上有什么区别 首先来说设计 Insta 310 Flow Pro延续了Flow的精巧结构 比如一旋展开的收纳方式 集成化的三脚架手柄和延长杆 这可以说解决了传统稳定器收纳不优雅 固定拍摄需要额外悬入三脚架和增高杆的麻烦 就比如现在的画面就是有次展会用Pocket 3Pad 相比于同样高度机位效果明显差很多 后来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专门去买了延长杆 但发现这套结构很不优雅 连接很依赖玄景 安装调节拆卸都很麻烦 稳定性也一般 相比之下Flow Pro就很优雅 直接接生在一起 都是内阻力设计 拉到哪里固定到哪里 Flow和Pro A3都强调了云台的追踪功能 但用过都会感觉到 如果追踪功能仅限配套App内使用 那总规还是有局限性 Pro A3的追踪功能也受限于镜头等下20mm的焦距 进出移动的快的话就很容易跟丢 加上航向轴有一个形成死点 限制了追踪的范围 一就是Poke 3没有扳机键 追踪只能通过戳这块小屏幕进行 或者在手机上遥控 加上Poke 3持有1000mm像素 长焦变焦全靠裁切 超广角也得靠增广镜 画面会模糊不少 也会影响收纳 且竖拍只是额外利用了点传览器空间来优化画质 比起手机原生的竖拍效果差太多 而作为对比 Flow Pro的Dockit不需要安装应用 弹窗配对了 按下扳机键变率 几乎所有App都能用上追踪功能 官方相机能用 第三方拍摄App 比如苹果发布会用到的BMD Cam 或者是直播推流App 包括电脑上的OBS 都能直接兼容 且能充分利用上iPhone 15 Pro多摄系统 靠着Flow Pro本身360度 无线旋转航向折扣设计 不管你怎么绕它转圈圈 都不会卡住 以及靠着Dockit调用超广角信息 就算你的人脸已经出了主摄范围 还能抓到目标人脸 刚才说很多人喜欢Poke 3 当USB摄像头功能 但要知道Flow Pro就不用线 直接利用iPhone的连续互通相机 就能给Mac或者Apple TV 当视频通话摄像头 前段时间出去玩 Flow Pro直接把iPhone的 Facetime体验拉上一个档次 可以边走边看边聊 来给朋友Room Tour 之前有一次去冲身水族管 勉强把手机立起来 才提供了稳定的3B画面 如今有了Flow Pro 可以直接原地固定抬升高度 作为一个稳定的固定机位使用 作为小节这块DogKit的追踪功能 加上无需调频的Mac Save磁吸安装 就能让Flow Pro变成一个能经常用到的AI拍摄助手 我想这不管对普通人还是创作者都很有意义 另外一点是手机稳定器拍摄的画面就直接存储在手机里 这样就方便了剪辑和分享 这可以说是一般人 乃至生活博主 活动类博主最刚需的功能 像我有Insta30App拍摄建立地城的延时 就可以让整套装备钻进铁丝网原生竖拍 拍完就能立刻分享后期额外增稳的4K片段 原相机的延时只有108MP 而Pokeh的竖拍效果一般 还得慢慢的传画面 就这玩意儿无线有线传输都很慢 除非你带一个小卡高速度卡器 总之边拍边发的体验很差 手机拍摄还能自动iCloud备份 素材回看也比Pokeh 3的小屏幕扬间太多 所以手机拍摄仍有其读到了很多优势 Insta30App除了延时之外 自载云台追踪和全影变焦也是大亮点 相比Dawkit能更有针对线的追踪 自动跟拍加变焦 有种体育迅道机的感觉 Flow Pro还增加了篮球模式 能记下镜球数量 以及保存镜球前的高光时刻 如果你喜欢原相机杜比视级HDR和流畅的多摄变焦 乃至空间视频这样的新格式 那按下Flow Pro的录制键就能启动原相机 再按一下拍照 长按时快录视频 视频模式下就是录制键 而且如果你有Apple Watch的话 还能实现远程监看 甚至能远程遥控云台 或者开关人脸追踪 拍合照或者是连麦克风给自己录Aroll的时候 感觉都很好用 Flow Pro内置了脚架和增高感 售价只要899 能发挥iPhone的四尺 还有Apple Log色彩 或者是兼容未来画质更好的手机 而Pog3起价就要3000 焦段主要是为了Vlog 考虑到大多数普通用户只是为了记录生活 或者是小红书做点笔记分享乃至推广 Pog3还是贵了些 而且竖拍焦段覆盖 机内分享都不如手机 Flow Pro甚至能当应急移动电源 对一般用户来说出门玩多一些保险 而对专业用户来说 可以拍完Log画面 复制后直接粘贴到Final Cut的时间线上 大到提高了剪辑效率 当然Flow Pro也有些缺点 首先是为了兼容竖拍 复养轴的范围比较小 需要用延长杆上的转轴调节复养 其次就是因为集成了延长杆和脚架 体积重量上比Pog3的单机声 还是重量大了不少 建议还是收纳到包里 另外就是磁吸背板一定要对准定位磁铁 选择磁力够强的手机壳 以及磁吸的承载力有限 考虑到稳定期不防水 如果你有记录极限运动的需求 比如拍摄水上滑洋伞 那建议还是选择Insta360的X全景相机 或者Az相机 比起手机有更可靠的潜水和固定方案 画质会比场地方提供的几年前的GoPro好非常多 如果是记录生活的PoV视角 那可以考虑新出的Go3S相机 最后就是手机方面的问题 毕竟大容量的Pro版iPhone还是不便宜 并且最近不管是热带还是上海 都是暴晒加高温 手机的散热会成为户外拍摄的瓶颈 所以最后总结的话 我觉得饮食Insta360 Flow Pro 可以说是一台不会吃灰的稳定器 不管是和朋友Facetime 还是在公司远程会议或者工作室搞直播 又或是记录旅行 可以说同时照顾到普通人和专业人士 所以不知道你怎么看这台稳定器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觉得视频有帮助的话 别忘了点赞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